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原由正是因为左宗堂在清朝衰弱的背景下仍旧收复了新疆 保住了中国的一大块领土 左宗堂的功绩值得标秉史册 但晚清时期其实还有一个人平定了西藏 收复国土不比左宗堂小 在历史上的评价却很低 这个人就是赵尔峰 赵尔峰 清朝大臣 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 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有人说他不顾年老远征 收复了七千里的边地 为西康建绳打下了基础 值得人们钦佩和赞扬 但也有人说赵尔峰崇尚武力 在平定西藏 巴唐叛乱以及保禄运动中 手段过于残忍 赵尔峰属于大气晚成的类型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 父亲是道光年间的晋士 兄弟四人有三人均考取了进士 唯独赵尔峰屡试不地 最后只能纳娟得了个官 不过科举考试的屡次失利 并不能代表一个人没有真才实干 赵尔峰凭借着纳娟为官 本是官场上受人歧视的一类 但是他却能力出众 在支县和县令的位置上干出了不小的成绩 得到了山西巡抚西梁的赏识 自此也平步青云 西梁调任河南 让赵尔峰随从 后来他又调任四川总督 又让赵尔峰跟随入川 而正是这个决定给了赵尔峰大展宏图的机遇 1905年5月 赵尔峰入川的第三年 清朝驻葬大臣奉权被杀 地方土司掀起了叛乱 赵尔峰临位受命 调任建昌道 奉命平定当地的叛乱 这个任务并不简单 当时的西藏局势十分的复杂 清政府对西藏事务的处理方式激化了矛盾 英国人又趁机卷入了其中 挑唆西藏和清政府的关系 导致西藏有独立的危险 赵尔峰屡次不中近视 可能与他的性格也有关系 他做事速来上武 主张以武力解决问题 所以赵尔峰到任以后 立即招募了相拥组织军队 开始剿灭位于李唐的叛乱土司 成功地平定了西康地区的叛乱 赵尔峰以此升任了川滇编务大臣 并主持了西康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 这一政策是中央政府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可以极大削弱地方土司的权利 所以西康大大小小的土司都起来以武力来对抗清政府 赵尔峰也不废话 他在任的数年间几乎天天都在打仗 以民政 德格 巴唐 李唐等地为首的土司势力 被他打得土崩瓦解 甚至昌都活佛也被废除 在这个过程中 赵尔峰对独职的亲政府官员也不客气 只要是阻碍了改土归流 一概驱逐出西藏 为了抓捕李唐土司 赵尔峰包围了他的藏身地三批寺 这一围就是好几个月 期间赵尔峰想了很多办法 包括切断寺庙的水源等等 都没有能够逼出李唐土司 他很头疼 一天一名清军发现了寺庙 有一个地下饮水管道 可以利用他破寺 他采纳了士兵的建议 三批寺就这样被攻破了 因为寺庙藏匿叛乱分子 所以赵尔峰下令处死 所有参与叛乱的喇妈和土司 在赵尔峰的铁丸打击下 西藏的反叛势力受到了重创 无力再将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 清政府以赵尔峰的功劳慎重 四川 云南又比邻西藏 边防重要 所以设立了川滇边特别行政区 并任命以赵尔峰为边务大臣 1907年西梁离任之后 赵尔峰又代理四川总督一职 不久之后 朝廷调赵尔峰的兄长赵尔旭为四川总督 任赵尔峰为驻藏大臣 正式让他负责清政府对西藏的事务处理 同时兼任边务大臣 赵家一门两总督 而且还都驻扎在西南 说他们是西南王 一点都不夸张 不过赵尔峰却没有半点自立为王的意思 他自担任驻藏大臣以后就主要抓了两件事 剿灭叛军 稳定西藏 前者以铁血手味解决 赵尔峰调集军队 从西藏外面一直打到了拉萨 将达赖喇嘛赶往了英属印度 若不是清政府害怕矛盾激化 赵尔峰有平定西藏拳头的想法 清政府其实是多虑了 赵尔峰尽管崇尚武力 在任期间履兴战士毁坏了不少的寺庙 手上染了鲜血 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只知道杀戮的皮肤 实际上赵尔峰很懂得如何治理 他在剿灭闹得最欢的几个吐司以后 立即以武力震慑了其余吐司头人 让他们建立俊献 而对下层的百姓和奴隶 赵尔峰则采取了怀柔的政策 乌拉就是西藏的农奴劳役 是当地百姓最为沉重的负担 赵尔峰入藏以后就实施了乌拉改革 颁布新的章程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平民的利益 减少了藏族百姓的负担 赵尔峰分化了西藏叛乱吐司和藏族人民 赢得了下层百姓对清政府的拥戴 而正是赵尔峰的努力 西藏的叛乱才能够雷霆般地解决 让英国人的阴谋破产 赵尔峰的这份功劳一点都不比左宗堂小 赵尔峰在西藏四川等地的威望很高 但是很可惜 他在保禄运动中承担了清政府 镇压革命群众的爪牙 赵尔峰调任东三省总督以后 赵尔峰接替兄长担任了四川总督 赵尔峰到任不久就发生了保禄运动 清政府以铁路国有的名义 将铁路出马给了帝国主义列强 引发了进步人士和百姓们的不满 四川全省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保禄风潮 赵尔峰认为百姓要征路十分正常 从中斡旋即可 但清政府勒令赵尔峰立即镇压 在面临关键抉择的历史时刻 赵尔峰选择了忠于清政府 对爱国群众开枪最终导致了成都大屠杀 赵尔峰此举让他有了赵屠夫的骂名 清政府也因为四川的保禄运动 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对赵尔峰十分的不满 将他四川总督的职务隔去 赵尔峰本有机会安享晚年 但是他又卷入了军队的滑遍 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四川成立了军政府脱离北京政府宣布独立 可是四川的局势并不稳定 1911年12月6日 军队突然滑遍 赵尔峰很有威望 被绅士们推举出来 以总督的名义张贴布告 安定军心 可是此举引起军政部长尹昌恒的不满 他怀疑军队滑遍与赵尔峰有关 又担心赵尔峰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所以连夜地逮捕了赵尔峰 并将他处决于皇城的明远楼 就这样赵尔峰成了辛亥革命中 唯一被杀的亲政府总督 赵尔峰的评价向来富有争议 有人认为他是收复国土 安邦定国的国家支柱 也有人认为他是屠杀百姓的统治者爪牙 只能说造化弄人 若是赵尔峰没有调任四川总督 而是换了个地方 或许他也能和左宗棠一样 成为世人景仰的功臣 而不是背负骂名的屠夫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灯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